美拉的風格的妝容 它整體的體諒 然後它也不會過於黏膩 它的流動性非常非常高 沾這個顏色 然後畫 臥蠶色 多了個修容感 這邊的臉是不是又再更 順下來了 很漂亮的真黃色有沒有 Hi 我是阿麗絲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一起完成 這一個美拉的風格的妝容 美拉的風格呢 真的是今年秋冬的大師 不管是在穿衣風格的身體色調上面 連妝容都是 如果你的穿衣風格本來就是 偏向這種大地色 棕色調的美拉的式風格的話 這樣子的妝容呢 你一定要學起來 什麼是美拉的呢 它其實是一個效應 就是在像煎牛排的時候 從身 然後呢轉為熟 然後變成那個焦糖色啊 然後呢有焦焦的那個棕色調 或者是麵包在烤的過程中 會有轉換的那個過程 然後有出現那個焦糖色啊 棕色啊 卡其色 就是這種 中中的顏色的時候 這就叫做美拉的反應 那這個美拉的反應呢 就可以運用在這個秋冬上面 非常非常的適合 就是你知道這樣的顏色 棕色 卡色 土色 焦糖色 奶茶色 我覺得這些顏色 都是可以很好做運用的 那我對於美拉的風格呢 我會傾向就是底妝要乾淨 重點著重在眼妝 以及唇妝的部分 那眼妝呢 就會是以大地色 奶茶色 楓葉色 牛奶糖 這樣子的感覺為主 不會是過多濃郁的煙燻液 那今天的妝容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滿意 它不會有過多的技巧 可是卻可以完成 這樣子漂亮的乾淨妝容 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好 接著呢 先來上底妝 我剛剛已經上完保養 現在上那個護唇膏 我要來上的那個 防曬的是 Kaibeauty的這個 全時防護清透隔離乳 那它SPF50加PA 四個加高防曬系數 那我覺得 它的那個 修飾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自然 很適合 各種膚色的人來使用 你們看它 它的質地是這樣 欸欸 很水 對 很水 使用前記得把它搖勻 然後我先上 這半邊臉給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微微提亮 然後有微微潤色的效果 所以 嗯 不像是有一些 會比較偏白 或者是 比較沒有辦法符合 各種膚色的人 那這個我覺得 在使用上面呢 容許度就非常的大 你看 它整體的提亮 然後它也不會過於黏膩 然後也是達到一個 很好的修飾效果 那後續的控油 我覺得效果也蠻不錯的 它給我的感覺就是控油跟保濕 算是蠻平均的 哦 你們自己看 全臉上完之後呢 是這個樣子 它不是那種很黏膩 很水過於潤的那一種 它只是給肌膚透出來這樣子 好氣色的光澤感 再來上底妝 我要用的是 我近期新買的粉底 而且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是MAC的超磁妝 色斷粉底精華 那我用的色號是NC11 因為我喜歡用的粉底 是比我的肌膚再更白皙的 那我就靠櫃試的時候發現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有滿意 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它共有12個顏色可以供大家選擇 我還是建議大家靠櫃試 試色比較準 因為我多多少少的孩子 都會擔心一些粉底啊 經過氧化暗沉的時候 到了晚上會按一個色階 雖然 雖然是看不太出來 但還是會有這樣的擔憂存在 所以我都喜歡挑 比我膚色再更白皙的顏色 包裝是做玻璃瓶身 然後呢卡榫式的一個壓頭設計 所以帶出去超方便 你看這樣就不怕外露了 很水很水 你看它的流動性非常非常高 然後延展力也 非常的好 它延展力真的很好 所以呢其實你少量就可以達到 全臉很棒的一個上妝效果了 那我近期的使用方法呢 我就會使用這個刮棒來上臉 因為我覺得刮棒呢 上臉的效果就是很薄透服貼 然後又不沾手 你看像我剛剛抹開 手上面就會沾粉底嘛 可是如果我用刮棒這樣子 我其實按壓兩下剛剛那樣 是我全臉的用量 因為我覺得它的遮瑕力其實是 普通 我覺得壓兩下的用量 比較是我平常 覺得我想要的遮瑕度的程度 那這一款因為是比較潤的底妝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使用粉底刷來上妝 你要用粉撲拍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使用粉底刷 粉底刷的話 你要用自己的什麼粉底刷都可以 但我今天用的是Kai Beauty的F02的粉底刷 然後就可以很均勻 快速的把它推開 我覺得這樣子風格的妝容 其實底妝就是乾淨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接下來秋冬就很流行這種比較水光肌的感覺有沒有 我原本上的那個修飾已經是這種比較水光感了 但現在呢 是一個更有質感的感覺 就是皮膚啊 像是有磨皮斑 然後可是卻透出來像是肌底好膚質的那樣子的效果 你們看 有沒有 這是我原本的皮膚狀態 這是上過底妝之後 更無暇了 啊但你們看它的遮瑕力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其實我黑眼圈還是有一點點 等一下好像可以補一下遮瑕來 來遮一下我的黑眼圈 這個遮瑕是凱Beauty的 我覺得我近期真的是遮瑕也要認真用 不要再偷懶啦 差超多 你們看我 兩邊的 黑眼圈 因為我不是那一種很凹陷的感覺 我其實就是顏色而已 當然如果你是想要讓它效果更好 然後有達到澎潤的感覺的話 可以再用一支比較白亮一點的 來做個體亮 那這時候就不用上太多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增加它的那個澎潤感 也可以用後續修容的方式 OK我覺得我今天這樣就蠻夠的了 因為我的眼下是比較容易積線的那一種 有沒有看到 我這邊紋路比較多 眼下紋路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不愛在眼下上太多層 粉底或遮瑕的 但是 我左右半邊臉的那個效果也真的是差太多了吧 全臉上完底妝的話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臉呈現效果就是一個非常水光的感覺 那基本上呢這樣狀態我還是會壓一點蜜粉做一個定妝 因為我覺得以現在這樣子的天氣來說呢 我還是會很會流汗啦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沾的到處都是 所以還是會做一個定妝 那我們就簡單拿一個蜜粉 薄薄的鋪上一層就好了 就是會拿蜜粉刷這樣子 輕輕的鋪上去 就是不要上到那種很厚重 像BAC的那樣子啊 很壓很厚的蜜粉 那就是輕輕掃過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水光然後這邊就是比較霧的 可是它基底還是有透出那個 非常非常喜歡MAKE這一罐粉底帶的感覺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用的那個蜜粉呢 是那個Sophina的這個蜜粉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在愛用品有分享過的 我真的講這樣搭配起來 妝真的是超級持久 這個底妝真的很厲害 那今天眼影盤的部分呢 我要用的是這個LAKA的眼影盤 之前我有分享過了 然後還有橘朵的這個修容盤 修容盤一起混著做使用 那我會覺得說 美拉德的這樣子風格的妝容呢 其實是呈現在顏色上面 焦糖色啊 牛奶糖啊 奶茶色這樣子的感覺 但整體都還是以大地色系風格為主 所以其實像是一般很多的開架式的彩盤 都可以找得到這樣子類型風格啊 或者是比較更清淡的風格啊 都可以用 你看是不是 都是帶有楓葉色調 然後秋冬感很適合的 土棕 卡棕 然後奶茶啊 牛奶糖啊 這樣子的顏色色調為主 我還有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樣挑選眼盤的話 可以從那種已經幫你組好的四色眼盤 棕色調啊 橘棕色調這種風格呢 去下手 首先一開始 我會先直接用上面這一顆珠光的 在整個眼窩上面鋪上一層 就是直接把它鋪上一層做一個打底 我很喜歡這個珠光色的效果 因為它夠白 所以它可以就是在 眼下也可以當 眼頭啊 眼下都可以當一個很好的打亮 那等一下也可以用那個 橘朵的那個修容盤來做眼下 眼皮是不是整個亮起來了 接著接著呢 我會用 這一個顏色 左下角的顏色 全霧面的 來給眼皮整個 直接蓋上去 直接蓋上去 然後超過眼摺到眼窩 整個這樣子 大範圍 輕輕的暈染 都是很輕的 然後粉 粉的話呢 適量 然後疊加上去 你們看兩隻眼睛的效果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然後呢 再蓋到眼下 上完第一層之後呢 我會再拿比較小一點的刷子 我要沾這個 棕色的 然後 上在眼尾 稍微疊一點顏色上去 然後 帶到一點眼頭 再保留 就是中間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中間會比較亮一點 然後左右兩邊是比較深的這一種 然後再稍微帶到 眼下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就非常非常乾淨 而且足夠了 各位 這樣子就非常足夠了 那如果你喜歡眼摺色啊 或者是眼線色再明顯一點的話 可以多加一點點 這個 最深的這個顏色 感覺就會像是這樣子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就是 這裡又稍微再更濃郁一點點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評估一下說 喜歡哪一種風格 好 接著呢 我會用這一個 做整個這邊的打亮 眼妝就透過這個完成 那 我自己的話呢 也是會加一點眼頭的打亮 我會用這一個 顏色 然後上眼頭 然後眼下也可以上在這邊 好 基本上這一盤 現在就是 已經完成了 差不多了 接著我會拿橘朵的這一盤呢 拿一個小刷子 沾這個顏色 然後畫 臥蠶色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白的光澤 不夠明顯的話呢 你也可以 沾這一個 雅光白色 然後呢 來上在眼下這邊 臥蠶就會 跑出來了 然後 這樣子是比較清淡的風格 我就沒有想要貼 比較濃郁的假睫毛 但是呢 其實這樣貼上假睫毛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因為 他的那個 睫毛的感覺就會比較濃郁嘛 我今天呢 就只會上眼尾跟刷上睫毛膏的感覺 就是整個體系比較清淡的風格 就是整個體系比較清淡的風格 眼妝呢 完成了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清淡可是呢 卻有存在感 喔有爱上欸 因为这样子的眼妆其实没有过多复杂的技巧 或者是过多颜色的运用 其实简单的两到三个颜色就可以画出这样子的感觉了 很好看 接着呢就使用橘朵这个修容盘呢 我们来做一个修容 先来制造鼻影的部分 我会稍微这两个混色一下 因为橘朵这旁我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我就没有太详细的讲太多 大家可以去看之前的开箱影片 因为我发现我的心得其实差不多 它用起来真的是蛮简单上手的 然后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我想要用这个白色哑光的地方呢 铺在这个脸颊这边 让我的脸颊这边膨起来一点点 可是这边都膨起来了 然后这个其实白色哑光我发现它好用的地方就是它颜色不会到太亮 所以我觉得可以很快速的在这些我想要提亮的地方先做第一层 然后呢之后再使用这个珠光重点重点的提亮 像是我刚刚鼻子已经整条刷过了嘛 可是我接下来只要重点的在我的山根 跟我的鼻头这里再上一点亮 额头稍微回过去 非常漂亮的立体感了包含脸颊中间 有没有这个效果是不是很棒 其实基本上修容的一个技巧就是你希望哪里膨哪里就提亮 你是要哪里凹哪里就刷比较深的阴影 基本上概念是这个样子 最简单最直观 你不知道阴影面啊我们画画这种的 最直观就是这样 但是我这里脸颊还是要补一下高光 你看我高光的位置就只是运用在这里 然后眉骨 腮红的部分呢我要用MAC的这个腮红 它是有带一点珠光色的 但我很喜欢这一颗就是这种橘棕的感觉 很适合秋冬的颜色 你想要用腮红画出有修容的感觉 我会建议就是画在这种地方 你们自己看看 两边的效果是不一样 除了就是打膨啊或者是阴影啊 基本上是一样之外 多了个修容感这边的脸是不是又再更顺下来了 有没有很气质耶就是 你不用到浓郁 可这却可以有达到这样子风格的感觉 既清淡又浓郁 接下来唇彩的话呢我要用我MAC新买的这一支 超索吻物感唇釉 这一支的色号呢是69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跟我衣服很搭的一个枫叶 比较棕红色的颜色 那它是这种水感的唇釉 可是它蛮持久的 然后干的其实也蛮快 基本上等它这30秒就可以转全物了 因为我的唇比较小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 搭配个就是唇刷来上 如果你不喜欢太过浓郁饱和 你可以像我刚刚那样上了一些之后 用唇刷暈染开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颜色也比较自然一些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立刻转物 很漂亮的棕红色有没有 好的我把画整理完了 是不是今天妆容很漂亮 今天以上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完成 这个美拉德风格的妆容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 就是经典不败的大地色系 奶茶色焦糖色枫叶色 这样子的大地色系的氛围感 去做一个营造 那美拉德呢就是今年秋冬 非常大事的一个风格 不管是在穿衣上面还是妆容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妆容呢 也可以欢迎尝试看看喔 那今天以上呢就是跟大家 让大家完成这个妆容 如果喜欢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呢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喔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 开箱直播旅游 传达更多送用动态即时内容 QA问答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喔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助你们按个赞 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